3 2 1 在倒數聲中結下紅布桃園成功工商 正式變更為世紀綠能工商 配合世界以及國家綠能產業發展政策 在26號上午 建校56年的成功工商 舉行新校名揭牌儀式 正式更名為世紀綠能工商 世紀集團董事長賴文翔表示 台灣近年積極發展綠能有成 然而本土相關專業人才稀缺 也有學用落差 因此未來將打造學校 成為台灣第一間培育綠能產業相關技術 人才的專業技職學校 並在畢業後 將提供薪資三萬八起跳的工作機會 落實產學合作與懸佑合一 台灣目前都要還是要靠 國外的移工 還是外國的技師 所以說我的理念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 既然產品是本土化 我們年產要把它留在台灣 所以說我就跟幾個朋友 就把它技師就 不乾脆來把它經營下來 所以的重點就是要栽培我們下一代的從 因為我們這裡也不是只有漢工而已 還有環安衛 還有品館 還有很多財務的人也都需要說 只要這些的學生都畢業的話 我們都優先入用保障就業 尤其如果說漢工的話 從一基我們三年內把它訓練到六基的話 一個月也都 人薪將近 人薪都超過百萬以上 如果說一些文書作業的人員 一個月都三萬八三萬九以上 我們絕對給它保障就業 尤其我們在我們其他董事像新鋼鐵集團 他也都是需要人才 還有那個 請國策顧問他們也需要很多人才 所以說我們這邊一定會保障就業 栽培他們我們的下一代 活動現場聚集許多產業界 以及政府和學政團隊 包含與世紀集團合作的 澳洲烏流集團Cube 以及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都特地到場一會 鄭文燦表示 根據中央估算 2030年台灣會需要兩萬名風電人才 因此今天世紀綠能工商的成立 可說是技職教育重要里程碑 贊取這裡未來將會是 風電產業人才的搖籃 那未來預估在2030年左右 我們的風電人才需要大概兩萬人 那這個龐大的人才需求 我們希望從技職教育著手 能夠接軌未來的風電市場 那這一次賴文翔董事長 以非常大的決心 那麼承接了這個原來的成功工商 我相信這個轉型會成功 那成功營校長是非常有經驗的 技職教育的校長 那未來會到各縣市招生 甚至也有海外的這個喬愛生 也會來到四季風電工商高級中學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產學合作 非常好的示範點 那在這裡祝福這所學校 伴隨著台灣的這個能源轉型而前進 世紀綠能工商的校長 也代表全體師生向董事會的改組轉型 至上謝意與肯定 世紀集團的董事長跟現場加碼 寄出萬元獎學金 只要在五月底前 報考成為第一屆世紀綠能工商的學生 就加發獎學金以外元 轉學生已有五千元至一萬元不等的獎學金 希望能招募各地的人才 一同來促進綠能產業發展 賴董事長進來之後把這個學校定位在發展綠能的人才 所以讓我們全體的教職員都非常的振奮 對未來都有強烈的信心 那我也很有信心 我們未來的孩子在這裡可以得到很好的一個發展 我也要鼓勵第一屆的綠能學校的入學生 我們在五月底以前 只要報名的我們就獎學金一萬 如果說別的高傲的轉學進來 我們獎學金也是一萬 如果高三的獎學金五千元 所以說我們有這獎勵措施 又要鼓勵這些學生來進行書 為了廣納人才 目前校方也籌劃要新建可容納一千五百床的宿舍 好因應中南部以及東南亞僑生遠復來這裡求學的需求 董事長表示 一定要把轉型後的世紀綠能工商學校辦起來 讓世紀綠能工商成為產官學合作的典範學校 記得劉玉婷 桃圍報導